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我是阿伦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台北的RL地区大赛 同时也是西标环境的最后一次大赛 那么就让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环境里需要注意的主流套牌有哪些吧 首先第一套T1的丘农炮虫 炮虫这套牌可以快速的打出200点的伤害 在当前大部分的工具人宝可梦都是200点以下的血量 可以轻松击杀 就算是一般的V宝可梦,也可以靠射手牵面补足剩余的伤害 让这套牌成为了赛场里非常有威胁性的牌组 面对丘农炮虫除了投入比较多的玛丽之外 个人认为保护后台的小梦幻是非待不可 就算有被射手牵面点死的风险 还是可以有效的延后丘农炮虫开始攻击工具人的时间 或是干脆选择索特性瓦斯和铝钢龙这类明显克制的牌组 夏业夫要注意的T1牌组是三神动物园 在多轮大赛里三神的稳定性是不可忽视的 不论对上小人牌还是一般的V和VMAX牌组 三神都有快速获得奖励卡的方法 并且回音鸟、苍翔和盾狗还有水军 可以应对大部分的主流属性 打出克属伤害 使得三神动物园依然是当前T1牌组里面最全面的牌组 最后一副要注意的T1牌组是汇流梦幻 盖诺赛克特强大的抽离系统 搭配梦幻任意学习招式的弹性 让他打到大部分的主流队局都有一战之力 并且在先手二回时 两人210点的伤害搭配糖定 可以击杀大部分没有进化的V宝可梦 让这套牌组在先手时有非常强大的压制力 加上牌组相信和皮欧宁非常适合 几乎可以说是半副牌组拿在手上 自己选择要打什么的情况 想要快速的找出老大或者是交错系 击杀对方的重点宝可梦也非常容易 以上三套T1牌组 个人认为想在大赛里获得好成绩 就一定要准备好应对手段 毕竟祈祷自己不会遇到这三套牌是有点不现实的 那么接下来看看出场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或者是有一些针对的T2牌组 第一副要介绍的是耿龟铝钢 在测试完耿龟瓦斯盒耿龟铝钢之后 个人认为耿龟铝钢会更适合现在的赛场环境 一方面是现在的主流牌组几乎都是特能导向的 铝钢龙可以有效的去压制特能牌组 就算遇到基本能为主的黑白马或者是二超梦 耿龟两人启动的速度也不逊于这些牌组 再加上一级的小狗填人系统是不怕血道干扰的 几乎可以在二回就稳定打出两人的恐慌恐惧 同时小只的耿龟V在面对V宝可梦 或者是小人牌时也有不错的战斗力 唯一的缺点大概是铝钢龙的两颗钢能量 会需要携带极光能量和冲击能量才可以达成 黑鲁家的快速填人达到的效果有限 因此比较容易遇到需要做铝钢龙时 身上没有正确的能量可以准时发动攻击 下一副要介绍的T2牌组是黑马耿龟 黑马牌组的抽绿能力在主流牌组里可能是仅次于梦幻的牌组 它的甜人抽牌一体化特性 让自己在累积伤害的同时也可以累积更多的手牌资源 搭配耿龟mini-QTT的恐怖UGX可以多获得一个回合数 让黑马有更多的时间进化 可以说是一副系统非常完整的套牌 比较可惜的是在弱点方面 不论遇到火焰鸟 耿鬼 甚至二超梦和无吉泰纳都有可能被一拳击倒 使得这套牌组的强度没有办法要升到T1的位置 但依然是一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牌组 T2的最后一套牌个人认为的是水军白马 水军白马其实在近期的TL城市赛里也都有不错的成绩 稳定进入16强的牌组 可惜的是这套牌的上限伤害250 让它对上几乎所有VMAX宝可梦都需要两拳才可以收掉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绝群压轴里推出了猎人手套 让它面对到三神时有机会多加30点 达到280点 一拳秒杀三神的伤害 但是水军V电属性的弱点 让它在面对到炮虫牌组时非常的危险 而白马雷冠王的刚属性弱点 不论是面对到三神动物园或者是梦幻 都有可能被刚属性打手一拳击杀 可以说是一副非常稳定 但是弱点也非常明显的牌组 接下来要介绍T3牌组 未必是强度不够强 个人认为可能是上下线极高 或者是在赛制下并没有那么适合的牌组 第一副来看到的是二超猛 二超猛牌组如果可以在第二回合 准时发动月亮一不合达克莱伊的王月GX 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强的压制力 但可惜的是二超牌组的combo 非常仰赖赤红轻率的进化加填能 如果没有成功进化出马牛呢 填到足够的能量 王月GX几乎不可能发动 另一方面GX宝可梦270点血量 其实许多主流牌组都有能力一拳击倒 相比于同样是三张奖励卡的BMAX牌组来说 GX牌组的风险性明显过高 因此才把它摆在T3的位置 下一套要关注的T3牌组是钢TT 使用TT扫帚的钢TT昌响牌组 可以说是一套非常稳定 并且蓄战力极强的牌组 不论是钢TT的GX全金属堡垒 可以带来减张和喷能量的控制效果 或者是昌响的抽三张 和阵狗的不怕BMAX伤害 都让整套牌组的生存能力和支援获取 变得非常强大 但它会被摆在T3的位置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句老话 钢TT不怕打不赢就怕打不完 如果台版打的是像美版那种BO3的赛事 钢TT绝对是一线的主流牌组 但是在只有25分钟的BO1里 一套高几率打不完的牌组 实在很难给出很高的评价 最后一套要介绍的T3牌组是连击屋枕 这套牌依靠连击千面和张雨桐的特性 可以快速累积手上的连击标签卡牌 然后将这些连击卡牌起回牌庫打出高爆发伤害 可惜的是这套牌需要非常大量的计算 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在大赛这种需要打一整天的赛制来讲 对于体力的消耗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这么难的牌组只能推荐给身体好 头脑更好的人再来操作了 最后最后 人边私心推荐一套 自己觉得很有机会在这个环境里抓到主流的套牌 就是连击熊火焰鸟 这个版本的连击熊火焰鸟 需要带到三张的火焰鸟和两张奇巴娜 对象大部分的牌组都可以放心的使用连击五道熊之发动攻击 就算被对手弃绝了 下个回合使用奇巴娜 高几率可以再做出一只三人的连击熊持续进攻 中间还有火焰鸟作为副打手 不怕输出断档 而遇到天敌黑马和梦幻牌组时 魔法火焰鸟就变成这套牌的绝对关键 带到三只火焰鸟的原因 就是因为需要先送掉一张火焰鸟之后触发奇巴娜 瞬间完成三能火焰鸟 加上朝鲜之善的梦幻COMFO 在其他牌组里或许这是一个很梦想的打法 但是在千面走里面 只需要一张进化型就很有机会办到 如果有兴趣针对主流的 可以快点来研究一下这套牌组哦 最后再次提醒一下 这次的台北大赛 是这些C标卡片最后一次可以使用的大赛 当前的环境由于卡池非常的大 因此能够使用的主流牌组非常多 并且除了主流牌组之外 还有很多可能被大家遗忘的卡片 其实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至于该选择什么样的牌组来参加大赛 我是觉得带一套自己打的最顺手的牌上就对了 那些你熟练度越高的牌组 越有机会在大赛里 把每一手的细节打到最好 获得更高的胜利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建议 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部影片见